刚才是怎么说的呢 快递师傅在给我手快递的时候 就是我现在的心情 这么大呀 出错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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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乔治 你们好 说要是不在家的情况下 那可肯定会写一个 就是当时在某个城市的酒店的地址 然后等这个店到了呢 然后会这个快递师傅会给我打电话 有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 这个电话我都是接不到的 都是接不到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 不对 等会什么 少了一个流程 等下等下 刚才是怎么说的呢 你好 我这个刚才陈师傅告诉我这个签手 我忘记怎么怎么怎么弄了 您家的快递 啊我们家的 哎哎 好 哎不客气 啊谢谢 哎不客气 我这狗吓我一跳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这不接电话怎么办啊 特别喜欢你 啊好 那我一起喝个上瘾 累不累 对对吧挺累挺累挺累 挺累的啊 是是是是 你们这个 送来可以毕业了啊 毕业了 给你个小礼物 哇谢谢谢谢谢谢 恭喜你毕业了 谢谢谢谢 还送这个快件的这个过程啊 就是打电话 就是对方接不到这种心情 我现在稍微有点能理解了啊 就是这个心情特别的忐忑 大家下次买东西尽量接电话 每一个这个我们这个菜鸟一战的 快递师傅 大家都辛苦了 以后我也以身助折尽量接大家的电话